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柔弱女子干调一群特工的电影 在韩国有一个神秘的部门 他们以白博士为首 联合各种基因专家,专门研究人的大佬 创造出一代超级战士 但是一代的战士越来越无法满足组织的要求 于是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小孩子身上 从小就开始培养 在白博士等人的基因重组和改造下 孩子们不仅能控制物质的运动和形态 他们还拥有极其出色的感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战斗力更是比一代战士要高出一大截 还能徒手杀群囊 可是,随着孩子们能力的变强 这个神秘的部门却感到了害怕 他们怕有招一致 这些孩子们不受他们的控制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避免这种事件发生 神秘组织先下手为强 想要秘密谋杀这群孩子中的佼佼者 他们派出一代战士和二代战士中的平庸者展开了屠杀 当晚血流成河,一片哀嚎 但一个小女孩却侥幸逃脱了 经过一夜激烂的小女孩晕倒在一个农场里 第二天一早被农场主发现 她心肠不坏 急忙给女孩找了医生 检查结果显示 女孩头部受到重创 可能已经失去了记忆 农场主的老婆看着这个可爱的女孩 顿时母爱泛滥 两口子又膝下五指 干脆直接收养了女孩 给她取名叫小慈 时间来到十年后 成见的小女孩已经17岁 她懂事孝顺 和父母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只是生活有点窘迫 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家人平静的生活 可是 事情总是出乎人的意料 年外的母亲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 而且越来越严重 新闻中也报道 牛肉的价格在持续下跌 爸爸农场里的牛只能亏本甩卖 这让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 生活要更加窘迫了 隔天 小慈和闺蜜一起上学的路上 闺蜜知道小慈缺钱 就怂恿小慈参加韩国鸟声音的选秀节目 冠军奖金五亿韩元 小慈也想为家里做点实质性的贡献 果断参加了选秀 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得到全面开发 大脑的活动区域比平常人多 他看似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学习上 成绩却总是明年前茅 无论什么科目 只要让他看一遍 就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种小儿科式的唱歌选秀节目 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小差异碟 结果不出所料 他获得了本地分去了冠军 下一站要去首尔争夺冠军 评委让他在节目最后表演一个小差异 小慈想了想 表演了一个能让话筒凭空飞起的魔术 这个让平常人都以为是魔术小才艺 却暴露了他的身份 当年的白博士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档节目 找了十年的小女孩终于现身了 第二天 小慈和闺蜜一起坐上火车去首尔 结果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单眼皮小伙 他正是白博士派来的 当年跟小慈一样都是二代战士 他属于比较听话 且能力不够突出的那种 当年也加入了追捕小慈的队伍 还差点被小慈杀掉 单眼皮不断地在小慈面前回忆当年的事情 可小慈失忆了 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 更不记得以前的种种 单眼皮不断地试探 可小慈一直就是一年懵逼 突然单眼皮一巴掌打了过来 小慈并没有躲避 反而吓出了眼泪 这样单眼皮都开始怀疑 小慈是不是真的失忆了 闺蜜在一旁大喊单眼皮欺负人 引得周围的人都来围观 单眼皮很尴尬 只好先离开了车厢 小慈和闺蜜下火车后 马不停地赶到比赛现场 好在赶上了比赛 小慈也轻松进入了16强 电视机前的白博士 和一代战士的小头目小崔 正看着电视直播 小慈刚出演播大厅 突然头痛欲裂起来 他跑到厕所躲了起来 回想起之前医生的话 医生告诉他 他的时日已经不多 多折三个月 少折一个月 如果想要活命 必须找到亲生父母进行骨髓移植 从厕所出来后 两人准备打车离开 这时两辆黑色小车停在他们面前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代头目小崔 他想要接走小慈 这正式一看就不是好人 两人坚决不上车 这时后面来了一群学生 闺蜜宁机一动 趁段南下出租车走了 两人坐着火车 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刚出车站 又被单眼皮开车挡住了去路 为了逼他承认自己的身份 他直接拿小慈的父母 生命相威胁 说完就扬长而去 小慈这下担心了 他拼命往家里赶 终于到家后 发现爸爸正在跟朋友下棋 二老都还健在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一代战士的小头目小崔 悄悄背叛了白博士 因为白博士只想抓回小慈 并不想杀死他 而小崔因为大脑开发 留下了后遗症 手已经开始叹化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于是投靠到另一个蓝博士的手下 他希望杀死小慈 获得他脑袋里的秘密 这样就可以救自己的命 蓝博士也希望抓到小慈 得到他脑袋中的秘密 就这样两人联手 在当天晚上 他们就采取了行动 小慈的手下带着人 趁着夜色来到了小慈的家里 他们劫舍小慈的闺蜜 拿枪控制住了小慈 可小慈失忆了 根本不记得自己是谁 更不记得来人是谁 来的都是第一代战士 为了逼迫小慈承认自己的身份 他们拿闺蜜的姓名相要挟 慢慢准备抹了闺蜜的脖子 小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平常萌萌的小慈终于爆发了 他以超快的速度 强过敌人指在他头上的枪 并很快瞄了 除了头领之外的全部黑衣人 最后一巴掌就把头领拍死了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单眼皮看到 现在已经确定 小慈就是当年的小女孩 可小慈就是记不起自己的身世 为了让小慈跟自己走 单眼皮拿小慈父母和闺蜜的秘密相威胁 让小慈跟自己走一趟 小慈没办法 跟着单眼皮来到了实验室 小慈被带到了一个审讯室 捆住了双手 这时白博士发话了 说两人十几年没见了 可小慈完全不记得这个人是谁 白博士说我会让你记起来的 说着命你手下给小慈打了一针什么东西 小慈的记忆瞬间恢复 他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 被白博士当成工具一样培养 小慈不想回忆起这些 他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白博士继续说道 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小慈 他早就以为小慈已经死了 因为大脑开发的技术并不完善 每个人都会留下后遗症 最终会七孔流血而亡 而小慈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他刻意地限制自己的大脑活动 让自己身体技能下降 这样能缓解头痛的症状 所以同学们都以为他很弱小 唯一能彻底解决的办法就是 七人的骨髓移植 就在这时 小慈的头痛又发作了 他头痛欲念 白博士当即又下了命令 让看守给小慈打了第二针 打完针后的小慈 瞬间恢复了正常 白博士继续说道 这一针只能维持一个月 一个月后必须再打针 如果不能继续注射 症状发展的速度会加速一倍 这也是白博士控制这些超级战士的方法 听到这里的小慈突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并不是白博士找到了他 而是他找到了白博士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失忆 一直在寻找解决自己头痛的方法 可一直都是徒劳 自己根本不知道试验室的地址 所以他故意在比赛上展示自己的能力 让白博士来找自己 目的就是为了来到试验室 拿到缓解症状的药 说着小慈发挥了超能力 挣脱了手铐 一巴掌就把守卫拍死了 白博士这上明白自己被小慈耍了 他赶紧命令释放毒气 小慈慢慢的消失在毒气中 他从天花板逃了出去 突然降落到了白博士这边 一阵黏环枪就干到了手下 然后一枪打中了白博士的腿 拖着他去找更多的解药 这边单眼皮也在监控中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急忙往这边赶来 突然身后遭到了袭击 是一代战士小崔一代人杀了过来 他们也想杀死小慈 获得他脑袋中的秘密 然后一段暴力的场面 单眼皮留下同伴狙击 自己折去找小慈 小崔健壮也跟着单眼皮追了上去 小慈拿着白博士去往拿几药的路上 单眼皮突然杀出 小慈没有准备就被打在了墙上 他派来派身上的灰尘 笑着说 我真的会打死你哦 单眼皮也哭哭地表示要撒死小慈 突然小慈一招闪现 就把单眼皮控制在了墙上 接着就是几个耳光 单眼皮完全没有还手的能力 我开始还以为他哭哭地出场很厉害了 原来也是个逻辑 既然打架打不赢 单眼皮开始了跟小慈枪战 结果枪战也不是对手 单眼皮被打得头都不敢怒 最后被一招放倒在地上 失去了战斗力 就在小慈准备结果他的时候 小慈在后面给了小慈一枪 单眼皮和小慈都摊住在地上 白博士似乎看到了希望 他大声呼喊着 让小慈杀掉小慈他们两个 可小慈突然开枪打死了白博士 他早就受不了这个八婆了 解决完白博士的小慈 刚转过头就发现不对劲 此时的小慈已经展现到了他的身后 只用了一个回合 小慈就被拧断了脖子 这边单眼皮也站了起来 他举枪就要干掉小慈 可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 小慈用意念让单眼皮根本无法动弹 最后被小慈一枪爆头 小慈拿到了试验室的几支药剂 还顺便一把火烧了试验室 他转身回到自己农场旁 发现这里已经来了很多警车和救护车 之后他直接去到医院 妈妈因为老年痴呆已经住进了医院 小慈把药剂都给了妈妈 这样妈妈再也不会发病了 自己只留了两只 然后他告别了闺蜜 去寻找能彻底根治自己的亲人 三个月后 他来到了白博士妹妹的家里 他当年也是参与项目的一个负责人 为什么要找他呢 因为他正是小慈的亲生母亲 或者起码是精英或者血缘提供者 他希望通过骨髓移植 彻底治好自己的后遗症 这时另一个女孩出现了 她是白博士妹妹的女儿 从他脸上的伤疤和诡异的笑容可以看出 他也是改造人 那他和小慈就是姐妹的关系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成功为第二步做好了铺垫 如果这步反响不错 那第二步一定就在来的路上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